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很高興受到觀光協會的邀請 在今天下午可以利用一點點時間 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其實我要感謝觀光界的各位 讓世界走進台灣 也讓台灣被世界看見 我就快速的講一下 會長 我是在2017年有機會到文化總會服務 那在文化總會其實是一個蠻特別的單位 很多人沒有聽過文化總會在做什麼 那2017年我到文化總會 我開始發現這是一個任務型的單位 那待會呢我的分享其實就是 我在這段期間有三個街道的任務 那這個任務呢我想要說的是 我覺得我有一點是草船借鑒 或者是說用文青的說法 它比較像是 結合外來的風跟我們台灣的土 讓台灣被看到 好 那 第一個任務是在2019年的時候 我們接到了這個 府這邊有一個討論 他說這個 因為我們的這個外交遇到了一些挑戰 那有非常多的航空公司受到了一些壓力 然後讓台灣可能不能夠用台灣的名義被看見 所以開始去思考說 我們要用什麼樣比較創意的方式 繞過大象的角去讓世界看到 那時候呢我們有一些討論 那也看到了有一些國家 比如像澳洲 它透過大寶礁的徵選島主 讓澳洲給更多人看到 可是它的做法是輕鬆的 是更生活化的 那我們也看到在法國的羅浮宮 有一個來去羅浮宮住一晚 他們透過這樣的一些創意的形式 然後在一個網路發達的一個時代 讓更多人來認識他們的國家 或是他們的美術館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發起了一個叫做 來去總統府住一晚 結果這個名字呢 那時候還引起了一些爭議說 總統府怎麼可以開旅館這樣子 其實是沒有的 我們是這樣子呢 我們是透過一個方式 來邀請全世界的朋友來提案 那他們的提案如果能夠讓我們選上 認為他可以宣傳台灣 他就有機會到總統府住一晚 那我們來看一段影片 台灣是最嚴重的國家最嚴重的 世界上最嚴重的 我們都很感謝這份 提案給我們的朋友 全世界 大家好 我是蔡英文 總統府 台灣 這是總統府 的總統府 在台灣的自由 來自我 來自我 好 那我們向全世界發出邀請 那我們同時呢 也跟總統府這邊來討論 結果真的在總統府的園區裡面有一個空間 他是這個工作人員的背勤室 我們讓他裡面做了一個佈置 那在這樣一個小小的空間 我們放進了很多台灣的元素 那也邀請到台灣新一代的這個室內設計師 他們都非常年輕 然後讓他們來設計這樣的一個房間 所以在這樣的房間裡面 可以看到很多台灣的元素 比如說花窗啊 或者是說像這樣的一個磨石子地板 那也把一些台灣的品牌放在裡面 準備呢來迎接未來被我們選上的這一些 這個各個國家的網紅 那後來呢 後來呢 我們包含跟公共協會 還有外交部 還有這個 社會觀察家 還有網紅 還有導演 我們組成了一個小組 收到了全世界五大洲 來自五大洲 一百五十件的這個報名 那他們用各種方法去告訴我們說 你選我選我 我要來這個總統府住一晚 我可以讓台灣被世界看到 最後選出了十組 那這十組呢 我就不一一介紹 那我提出幾個比較特別的 那有一組呢 是這個 這個聽障的一個旅遊部落客 他是全世界的聽障朋友都知道他們 那他來報名了 我們邀請他們來體驗台灣 對於這些 不管是聽障人士 或者是說 行動不方便人士的一個友善 讓他們認識台灣 那再來呢 很特別的這一個 這一個叫做 Next Daily 他的臉書的追蹤數有兩千兩百零七萬 非常的誇張 大概超越台灣所有的網紅 那他的YouTube訂閱數 在這個我們最新的確認也有一百二十 一千兩百九十萬 那以他們的能量 我們確定他可以讓世界看見台灣 那他來到台灣 他也有一些想法 他想要發掘台灣的一些 比如說循環經濟等等的 那他們來了 他來了之後呢 經過著這幾天在台灣的旅行 他為我們做了一支影片 那這支影片呢 我最新的確認呢 是應該有兩千兩百 兩千零二十九萬次觀看 相當的驚人齁 那以為只有這樣嗎 其實我們後來真的交了這位朋友 2020年全世界遇到疫情 他寫了一封信給文化總會 他說他真的太佩服台灣了 台灣居然能夠守住這樣的一個 疫情的一個攻擊 他希望能夠藉由台灣的經驗 讓全世界看到 這都沒有業配喔 這個東西是他自己寫信給我們的 我們就提供他一些資料 一些資訊 他快速的又做了一支影片 來介紹台灣 那這支影片呢 也得到六百四十九萬次的觀看 再一次介紹台灣 好 那來去中央府注意晚呢 在今年又再次的舉辦 那我們這一次又不一樣囉 我們有了上一次的經驗 我們不只讓他住 總統府注意晚 我們開始在每一位來報名的 這個被選入的這些網紅 來做一些結合 那有一位呢 是這個千萬的YouTube訂閱喔 我已經查過了 台灣最紅的大概就是七百多萬訂閱 他是一個這個 一個教練 一個健身教練 所以千萬的訂閱在YouTube裡面 是非常誇張的喔 那他對太空有一興趣 所以我們安排他到 這個台灣的太空中心 跟這個火箭阿伯 來一起參觀台灣的火箭 另外一位呢 是這個歷史的網紅 那他說他除了要住總統府 以外他想去哪裡 他想去馬祖 那尤其在現在這個時候 全世界都在關注台灣 那馬祖這個地方又非常特別 不管他的歷史地理 或者是說他在一個位置上 非常的吸引人 所以這個百萬的這個歷史網紅 他就希望能夠來到 馬祖國際藝術島 另外呢 還有這個我們的民主陣線 斯洛伐克 他對這個文化 對這個鼓勵有興趣 另外呢 台灣的鐵道非常的重要 台灣的鐵道 現在呢 日本的好朋友非常的注意 所以呢 騙倉夫妻是日本 很多的這個 要來台灣玩的 這些朋友們必看的一個 一個部落格 所以我們邀請他們 去體驗這個明日號 好那有韓國的 韓國很特別 他想要追劇 所以他想要去找 想見你裡面的場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來去總統府住一晚 這件事情 已經不只是讓台灣被看到 更深一度的讓他們 對台灣各個方面 想要去涉略想要去接觸 這是我們 後來其實意想不到的 好第二個任務 我們從這個2021年開始 跟日本交流協會 有一個這個 日台友情 台日友情的一個計畫 為什麼 因為剛好 2021年是這個 三一十週年 所以他們希望跟這個 文化總會 一起來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開始有邀請 包括奈良美智啊 然後 舉辦活動啊 甚至 台日兩國 來做很多的交流 那在2022年呢 慶酬會的這個主委呢 立法院長呢 就給我一個任務 他就說 那台灣跟日本 如果在這個時候 有這樣的一個友情 那是不是應該彰顯在這個 國慶日上面 好 那我就已經鎖定了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學校 叫做 舉高校催奏樂部 那他其實在2018年呢 就已經在美國的這個 玫瑰花車大遊行 就已經造成世界的轟動了 那包含他們的影片 累積的觀看次數 也都是這個 上千萬的 所以我們就特別邀請他來 那他來了之後呢 欸 以為是只有 這個國慶日的表演嗎 其實沒有 因為他們來的一舉一動呢 都受到大家的一個關注 那 其實 補充一個背景 2022年那時候 我們在這個 對 世界的部分 還沒有完全的 這個 可以自由的來往 所以當時 能夠邀請到他們來 他們也非常的興奮 那彷彿這個台日之間 透過這樣的一個高中生 我們可以來做一個 很自然的一個交流 那 果然在他們前來 國慶的表演呢 我們在網路上 所放的這支影片 已經超過 480萬人次觀看了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後台 其實480萬人次 不是只有台灣人在看 有相當多 日本人也在看 有相當多 對於這個橘色惡魔 這些橘高校的 這些同學喜歡的也在看 那 我還記得當天 這個收視率的調查 那 蔡英文總統的演講呢 是最高點 那第二名呢 就是他們的演出 可是在網路上面的觀看 他們是最高 那 也透過這樣的形式 彼此的往來 我們 我覺得台熱友情 好像又可以再透過 另外一種方式 來這個 深化 好 那他們來台灣這些期間呢 其實還做了很多事情 吃 吃太重要了 大家說 大家在網路上留言 都說我們要拼命餵飽這些 橘色小惡魔 那 所以呢 每一天的行程 每一天的吃 都變成所有台灣人 關注的焦點 那 不只是這個媒體的關注 在他們的臉書 在文總的臉書 每天都有在詢問說 那他們今天要去哪裡玩 但其實 有更多的日本人 也在看他們 要去哪裡玩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我們 意想不到的一個方式 那所以呢 在這邊有一個 宵夜套餐給大家參考 那我們從第一天到第五天呢 都有安排不同的宵夜給他們 那聽說他們回去之後呢 都發現自己有變胖兩到三公斤這樣子 那這就是我們台灣人的熱情啊 那他們的這些過程呢 還有一些很特別的 為什麼左邊有一個麥當勞的代表 就是其中有一個小朋友說 我們日本的麥當勞啊 我們那個炸雞啊 那個雞塊 他的那個醬啊 沒有糖醋醬 我們馬上聯絡麥當勞 麥當勞馬上送來一大包糖醋醬 來滿足他們 那這也是一個小小的一個花絮啦 那後來很多日本人也在想說 那台灣是不是吃麥當勞 就要點糖醋醬呢 好 那最後呢 我們要特別感謝郵政公司 就是說他們給我們 這麼多的一個歡笑跟熱情 我們想說要做一些感動的事情 所以我們跟這個郵政公司合作 那這旁邊看到的呢 是這個預言那一天 也就是國慶前三天的 前兩天的一個照片 那郵政公司用不到48小時 快速的做出遊者 在他們上飛機的前一刻送到機場 讓他們把台灣的回憶 帶回去到他們家裡 好這是這個局高校 好那局高校的來臺 大概是五天左右 六天 那一共有超過250則的報告 然後也引起所有這個日本媒體的關注 那特別在今年他們還上了 news week的這個日本版的這個封面 然後說是這個影響世界的重要的日本人之一 他們是日本人們之一 對 好 那他們回到台灣 回到日本之後 他們也對台灣非常的 這個 有非常大的一個感受 所以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他們在今年四月 畢業公演的時候 他們在他們的節目單裡面自己畫的 畫他們在台灣 這幾天他們在做些什麼 那或許畫工沒有什麼設計感 但是可以發現他們 真的是有滿滿的感動在裡面 然後 他們在另外一頁還提到 他們已經喝了好多杯 十杯 十杯的珍珠奶茶這樣子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過程 其實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因為他們跟北一女有一個互動 北一女是接待的學校 所以呢 他們在互動的時候 彼此都加了IG了 那這個加了IG之後 他們彼此約定到對方的國家 下次再見 所以其實外交這件事情 好像不一定是只能靠外交官 其實公眾外交就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形式 讓兩國來彼此的這個交往 好 這是熱騰騰的 這是昨天晚上 因為他們又來了 昨天晚上在西門町的狀況 那西門町現在這個 因為旅遊恢復了 西門町有非常多的外國人 所以昨天現場大概 湧入了三萬人在現場 然後觀看他們的一個演出 我們特別邀請他們 將日本這邊 在商店街的一個行進演出 帶到了西門町 那西門町昨天大概湧入了三萬人 聽說是比這個過去半跨年還要熱鬧 這非常熱鬧 這個就快速帶過 好 好 我就不再額外的這個贅述 不過兩個學校來的人數都比過去更多 為什麼 因為他們先到去年級高校來 所以聽到我們的邀請 馬上說選我選我我要來 因為他們在這個高校界 甚至是吹奏樂界的裡面已經傳開來了 他們知道說來到台灣 做這樣的演出就會胖三公斤 不是啦 這個不是重點 他們來到台灣之後 可以感受到台灣滿滿的熱情 而且會發現台灣不是只有他們 印象中的那樣 他們有更多更多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們也去了一趟這個 曲馬線跟他們做邀請 那我們也在這段期間 帶他們到更多的地方 上次因為疫情 舉高校只能夠在北部地區 這一次呢 我們這個高雄市長特別邀請他們 一定要撥兩天 撥兩天到這個高雄 那高雄市果然是這個不講武德啊 他就安排他們去坐遊艇 幫他們吃東西 然後呢 所有東西做得非常的細緻 用高雄滿滿的熱情來接待他們 那我想這些同學 也把台灣這樣的不一樣的事情 帶回到他們日本 讓更多的同學知道 那這邊有一些照片就給大家參考 對他們去7-11 聽說這個 非常的這個 引起這個當地的民眾的這個 關注 然後連這個媒體都拍攝到 滿滿的這個 農大的同學在這個7-11買東西 這樣子 好我們也再次展現 這次他們24小時內就把遊澤做出來 對 遊政公司沒有這個上限 好那UCLA呢也一樣 那他們又是跟這個日本不太一樣 我們台灣日本 這都是我們民族陣線的這個夥伴們 所以我們也邀請到他們來 那他們的風格又跟這個日本不太一樣 不過我就這邊不講這個表演的部分 那他們來很特別的 就除了像這些學校去不同的地方以外 我們這一次嘉義縣政府 這個翁張良翁縣長 特別邀請他們到嘉義 然後呢他們還在嘉義 共同的演出這個嘉義的幾首的歌曲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非常令人難忘的 而且更深入的去了解 比如說台灣的原住民文化 不只是只有 我常跟他們講說台灣不是只有台北 有更多充滿魅力的地方 OK好我要掌握時間 這個最近很紅的一個影片 我要講第三個任務 最近很紅的一個影片 然後好像在網路上一直流傳 這是在大稻埕 好他們是誰呢 他們是Avangelity Avangelity是誰呢 他們是最近突然爆紅的一個 日本的一個舞蹈的一個團隊 那他們的前身呢 是日本大阪登美秋高校的舞蹈部 那他們在2018年的時候 這個舞蹈部呢 創作了一個影片 然後他們去模仿這個 就是過去這個六七零年代的這種 阿哥哥的這種這種 這種裝扮然後跳的舞 那這個影片呢在網路上得到了 1.16億人次的觀看 那聽說就是因為看了會一直重播啦 所以才會這麼高這樣子 好那後來呢這些同學畢業了 他們成立了叫做Avangelity這樣的一個 一個團隊 那專門是以專業的舞蹈來做演出 那在今年呢他們也站上了美國的紅人榜 受到最後的一個決賽 那決賽的影片呢 獲得了1190萬人次的觀看 那這件事情為什麼會跟文總有關 好其實是這樣子的 文化總會呢 因為從這個今年年初開始呢 就想要來設計一個 就是台灣除夕夜的節目 那我們希望說除夕夜呢 是一個全台灣人 那邊沒辦法亂跑的地方 除了出國以外 大家都要在家裡面呢 來看這個除夕夜的節目 或者是跟家人在一起 所以呢我們決定在這個 晚上這四個小時 來做這樣的節目 那這樣的節目 除了去回顧過去也展望未來 也希望說把一些台灣的好朋友 透過演出 讓大家知道彼此跟世界不同的國家的友好 所以我們在日本就挑選了他們 好那 但是他們跟我們說 他沒有辦法參加明年的預錄 因為除夕夜節目是在1月初 會在北流預錄 所以呢我們就說那你先來 我們用第二現場的概念 來幫你們拍攝 那他能夠留48小時 我們只能安排48小時 讓他們拍攝 後來我們就想說 哎呀在室內拍攝太可惜了 不如讓他們的場景 就帶到台灣各個地方 也可以讓更多人看見台灣 也讓台灣人感受到說 這樣的一個特別團體 來到台灣 是一個不同的一個組合 所以呢他們去哪呢 我們在場景的設計上 我們去了台灣博物館 我們去了西門町 我們也去了這個大道城的廟口 還有職聖宮 然後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場景呢 結合台灣的這個 這個Bobby這首歌 然後來做這個除夕夜的節目 那當然今天沒有辦法讓大家看到 除夕夜那個完整的演出 不過在他們還沒有讓大家看到演出之前 我們已經在網路上掀起了 所有人對於他們的關注 所以呢剛剛那支影片呢 上了IG之後 現在已經是1525萬人次觀看 那上面觀看的人也留言了 看起來不是只有台灣人留言 看起來全世界都在注意這樣的一個事情 所以他後續呢 又陸續發布了幾支影片 也都是百萬起跳 那我記得在他們到台灣的時候 他們IG的粉絲數是92萬 那當他們把這個影片PO出來24小時之後 他們的粉絲數已經達到113萬 我覺得這個當然也很多應該是有台灣人 那但是也應該有更多的這個粉絲 透過他們透過這個外來的風認識台灣的圖 所以呢 台灣也很多人開始模仿他們 跑回去他們原來拍攝的地方 然後去做這樣的一個模仿 然後也看到了很多這個新聞 不斷的去報導這件事情 好 那所以呢 我剛剛用了文化總會的這幾年 做了幾件事的其中三件事情 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想辦法用創意去讓世界認識台灣 然後也把台灣的故事透過轉譯 透過一些媒介去讓大家知道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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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不久 最好嗎 來 您點了蛋餅跟大餅來 謝謝老闆 謝謝 好 那最後呢 我就是想說的 文化總會其實 比較像一條繩子 那台灣有很多美好 包括各位在為觀光努力 你們就是一顆一顆的珍珠 那文化總會用一張這條繩子 把大家串起來 然後讓台灣這個珍珠項鍊 可以更多人看到 那後面有一些影像呢 是我們過去 持續在跟國際有做的一些照片 那透過這個slide的方式 跟大家來做分享 那我常說 文化總會好像是住海邊的單位 管很寬 那或許我們沒有辦法做生根的工作 但是我們來做放火的工作 讓更多人可以有機會透過不同的媒合 然後來完成很多美好的事情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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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